现在美国经济衰退可能性升温 在疫情期间 大举扩张的科技业 金融业和零售业 通通传出大裁员的消息 上礼拜发布获利预警 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 他们宣布要裁员大约200人 而随着美国经济迈向衰退 朝援朝看起来是一波又一波 企业跟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 现在持续升温 就像两列慢速失速的火车 眼看就要对撞 美国马里兰州苹果商店员工 6月底以65比33压倒性票数 投票通过组成工会 创下全美苹果商店首例 ALU 电商龙头亚马逊 同样挡不住工会组织潮流 纽约亚马逊仓库员工 4月份以些微差距 投票通过组成工会 成为全美亚马逊物流 第一个工会组织 我们必须找到 工作人员最強烈的感觉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第一个项目的项目是 更高的资金 新亚马逊物流的价格 是超过高的 Amazon没有资金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争取的 明显有些事情 我们已经谈了一段时间 关于组织的缺乏 组织的缺乏 从技术上的缺乏 从技术上的缺乏 这就开始改变了一段时间 疫情以来美国就业市场掀起大离之潮 各大企业持续面临劳力短缺的窘境 燃溢风险比较高的产业尤其严重 在供需失衡之下 让劳工在面对企业时有了更高的溢价权 另一边疫情下严峻的工作环境 也让美国蓝领劳工团结起来 掀起新一波工会组织风潮 我觉得工作人员在这次疫情上升 然后说足够是足够 包括星巴克 亚马逊 苹果等 美国知名企业旗下员工 都突破重围在各地组织工会 风起云涌的工潮在全美遍地开花 特别是薪资成长 跟不上物价水准的地区 这些问题的年代 年代人们没有声音 年代人们看到缺乏资金 缺乏资金的力量 有些程度向极致独立的独立的独立的独立 美国失业率还徘徊在历史低点 职位空缺数也接近历史高点 没有明显降温迹象 就业市场短期之内依然吃紧 劳工手上继续掌握更多的溢价筹码 然而随着联准会大举升息 抑制需求市场担心 美国经济衰退风险越来越高 企业获利一旦随着经济衰退 劳力需求恐怕跟着急动 职缺可能还没补满就被删减 甚至进一步开始裁员 就业市场溢价权恐怕跟着翻转 知名经济学家伊尔艾朗认为 短期之内美国就业市场还会继续维持紧俏 然而随着联准会紧缩货币 明年就业市场可能出现反转 在劳工争取权益的风潮持续热络 而企业却开始受伸裁员之下 劳方与资方就像两列 缓慢失速的列车冲突已经开始倒数 金新闻陈云婷 汪林奇报导 美国劳工能够争取更好的待遇 筹码来自以后的大缺工 我们来看到疫情发生以来 美国就业市场的职位空缺数变化 先时间要回到2020年 当时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美国的就业市场快速的萎缩 当时的职位空缺数在短时间之内大幅的减少 不过在央行大举宽松就势之下 很快的稳住了美国经济 所以当时的职位空缺数也快速的反弹 而去年以来呢 随着需求逐步逐步的复苏 就业市场却爆发大离直潮 导致各大行业 特别是运输服务业等等 这些机场行业的缺工特别严重 所以呢 这一职位空缺数的部分 在这段时间持续快速的增加 到了今年年初 职位空缺数已经超过了1100万 但随着央行紧缩货币带来的经济衰退风险升高 职位空缺的数量呢 才稍微出现下滑迹象 不过我们还要来看到这段时间 美国的失业率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一起迸发初期呢 当时呢 这个在美国就业市场呢 是快速萎缩 失业率一度超过10% 不过之后在就业市场 很快的回温之下 失业率也跟着回落 去年以来在劳动市场 日益吃紧之下 美国的失业率 我们看到都是往下滑的 持续持续下滑 而到今年呢 失业率已经降回接近 疫情前的历史低点的水准